走出骑楼开出一朵朵散花 受到封面影响 周末雨不停 气象局也持续发布大雨特曝 而湿湿冷冷的天气 还得持续到周二 明天下半天起 就是寒流南下 那寒流南下 它带来的水气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礼拜二的时候 还是湿冷的情形 那到礼拜三 整个水气是减少 天气转干冷 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就要报到 周二开始气温明显下降 民众得有心理准备 台南以北8到10度 空旷地区受辐射冷却影响 还可能下探7度 气象专家更说 东亚进入寒潮爆发 台湾会出现极寒冷天气 主要就是从西伯利亚这边 那就是因为冷空气 在西伯利亚这一带堆积比较久 那它就是趁着这一次 整个天气在转变的时候 冷空气溃体下来 所以也造成 我们台湾也是在 这个冷空气影响的边缘 礼拜三到礼拜五的清晨 这段时间是整个最冷的时候 周三期转干冷的天气形态 白天阳光露脸 但气象局提醒 这波冷空气将是入冬最强 而且将一路影响到周五 民众得做好保暖工作 大家喜欢黄敬田巡英豪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